你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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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时候 说你好 小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 关于宠物的那些事 小朋友 你们家里有宠物吗 有小朋友喜欢狗狗的吗 喜欢 叫叫的狗狗 喜欢狗狗的揮揮手 有小朋友喜欢 两只耳朵竖起来 喜欢绷绷跳跳的兔子吗 喜欢兔子的小朋友可以揮揮手 还有小朋友 喜欢喵喵喵 叫的小猫猫 喜欢小猫猫 也可以揮揮手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 恐龙是怎么 爱护他的宠物小猫的 我们看一看我们第一个故事 恐龙是怎么跟他小猫一起玩的呀 他有没有 像陶西的小孩一样 用枕头丢小猫呀 他会不会 不及时帮小猫换脏了的猫杀 而是先去看电视呀 在小猫抱怨的时候 他会不会把小猫丢开呀 他会不会给小猫玩具 然后又抢回来自己玩呀 他会不会放学以后 不当于他的小猫呀 他不会这样的 他会把小猫放在他的腿上 然后抱着小猫 然后扶着小猫 直到小猫睡着 他总是尽的 为小猫吃东西 给他干净的水 然后经常给他换 让他有干净的 猫杀可以用 他还会自己做一个小猫的玩具 然后送给小猫 他总是准备着小猫的零食 放在柜子里 像猫薄荷啊 这些东西 他非常爱他的小猫 做任何所有 照顾一只小猫需要做的事情 然后呢 会经常抚摸着小猫 然后小猫开心的叫着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爱 非常优秀的恐龙 接着我们呢 要来看看这是什么呀 这是一片非常绿色的又很大的花园 然后在里面有一个小狗窝 这个狗窝是小狗斑斑的 斑斑的大家说好 斑斑说 大家好 然后呢 斑斑你说什么 斑斑说他找不到他的肉骨头了 那小朋友们要不要帮他来一起找一找呀 那你们跟我一起做吧 挖挖挖 抓抓抓 我们来找一找花园里有什么 我们先看看在这个离狗窝很近的这块图 图里面有什么 我们看一下啊 哦 它不是肉骨头 它是一只粉红色的蚯蚓 在图里面蠕动着 那我们再去找一找别的地方吧 看看 不然我们看一看 在这个房子的前面 左边的这个地方 有没有要找的肉骨头 我们来一起 挖挖挖 抓抓抓 抓 我们来找一找 花园里有什么 是骨头吗 哦不是 是小狗喜欢玩的网球 他的主人经常丢球跟他一起玩 那我们在 我们还要继续找吗 我们继续找一找吧 也许很快就能找到肉骨头 我们试一试在这房子 右边的这块土地上有什么 我们来跟他 小朋友伸出爪子来 挖挖挖 抓抓抓 我们来看一看花园里有什么 原来是一辆红色的玩具小汽车 还是没有找到肉骨头 慢慢有一点着急 那我们来看最后的这块地方 他有可能藏骨头的地方 看看有没有骨头 找到了吗 我们假装这是我们的爪子 挖挖挖 抓抓抓 抓 我们来找一找花园里有什么 这是肉骨头吗 我们终于找到肉骨头了 谢谢小朋友们的帮忙 班班非常的开心 小朋友们真是班班的好帮手 那现在呢 我们再来看一本书 讲的是专于金鱼吉尔伯的梦想 看一看金鱼吉尔伯 他想要一只宠物 对任何人来说 吉尔伯都拥有金鱼可以拥有的一切 他有一座非常美丽的石头城堡 有一个装的满满的藏宝箱 还有每天都从天而降的鱼石 但是呢 他最最最最想要的 却是一只宠物 有时候他想象他的宠物很小很小 就像瓢虫那么小 有时候他想象他的宠物很大 就像一匹马那么大 有时候他想象他的宠物非常的大 像一只一头大象那么大 有时候他想象他的宠物 有厚厚的皮毛就像狗熊一样 有时候他想象他的宠物像鱼鹰一样 有很多羽毛 有时候他想象他的宠物像一些兔子一样 有大拉下来的耳朵 每一天吉尔伯都想象着 拥有一只宠物去照顾他去爱他 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有一天吉尔伯醒来 他听到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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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只狗狗在叫 吉尔伯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他努力的眨了眨眼 告诉自己 这不是在做梦 他的尾巴摇啊 狗狗的尾巴摇啊摇啊 他舔了舔鱼缸 于是吉尔伯开心的绕着圈圈 小狗也围着鱼缸开心的跑着圈圈 吉尔伯想 宠物 我有了一只宠物 小狗叫了叫 又叫了叫 再叫了叫 哇哇哇哇 吉尔伯从来没有想过 原来有一只宠物会是这么吵 或者呢 宠物会是这么渴 小狗一直去鱼缸里面喝水 一个星期过去了 疲劳的吉尔伯醒过来 发现小狗已经不在了 他的城堡又恢复了宁静 他甚至觉得有一点点 心里松了一口气 又过了几天 他发现一只灰色的小老鼠 正在盯着他的鱼缸看 小小的小鱼心脏 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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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 急动的加速的跳了起来 小老鼠舔了舔他的爪子 又闻了闻鱼缸 于是吉尔伯又快乐地 一圈一圈地游着 小老鼠呢 他以为吉尔伯是一块美味的奶酪 他也跟着一圈一圈地跑 吉尔伯开心地想 宠物 我有一只安静的宠物了 耶 然后小老鼠 闻了闻 又闻了闻 又闻了闻 原来他饥饿的小老鼠发现 这并不是一块奶酪 他就走了 而且再也没有回来 吉尔伯非常的伤心 又过了一阵子 就在吉尔伯快要放弃 他拥有宠物梦想的时候 这时候来了一只苍蝇 停在了鱼竿的边上 吉尔伯开心地 跟他打起招呼来 嘿你好呀小家伙 然后苍蝇吓了一跳 开始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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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飞起来 结果跳了起来 眼睛大大的苍蝇 跟他在半空中打了个招呼 吉尔伯想 宠物我有一个安静的宠物了 结果拍的一声一个苍蝇拍拍了下来 可怜的小苍蝇 可怜的吉尔伯 他一直哭一直哭流很多的眼泪 他的眼泪那么多足够 装满一个石加伦的很大的鱼缸 在那天一天早上 吉尔伯睁开他的眼睛 发现有一只动物正在看着他 这只动物晃了晃 他长长的尾巴和硬硬的胡子 吉尔伯小心翼翼的一圈一圈的游着 而这个动物就一直跟着他 吉尔伯跳了起来 这只动物也跟着跳了起来 吉尔伯想 看着那个 非常好奇的看着这只动物 不太大不太吵 也不会没有礼貌 也不太容易被压点 宠物 我有完美的宠物了 吉尔伯问他说 你看起来有点饿哟 你要和我一起吃早餐吗 其动物慢慢的慢慢的靠近吉尔伯 于是 咬了一大口 绿色的鱼石 于是吉尔伯跟他说 粉色的也很好吃哦 那我来带你参观一下我的城堡吧 我终于拥有了一个鲸鱼想要有的一切 包括一只宠物 毛毛 这个故事讲完了 那最后小朋友们跟我一起来唱一首歌吧 这首歌是关于小狗 小布的歌 他跟他主人之间的故事 然后有些动作小朋友们可以跟我一起做哟 我有一只小狗 名字叫小布 他吃的很多 肚子圆滚滚 他的耳朵上下摆动 有尾巴左右晃动 走起路来 摇摇摆摆摆 上下左右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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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小狗 小狗也爱我 小狗 我有一只小狗 名字叫小狗 他吃的很多 肚子圆滚滚 他的耳朵上下晃动 尾巴左右摇摆 还有总起路来 摇摇摆摆 上下左右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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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摆摆 摇摆 می 摇摆 在赆摆 摇摆摆 是时候说 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